刘培圆的英文教室 一次多译PND89期 我们看看五个一次多译的例子 像slant 这个字我们音标没有标出来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一次多译 它是大卷舌蝴蝶音slant slant 你不要念成不卷舌slant 就不对 所以这个音标差很多 slant 那一般是倾斜 还是船倾斜 建筑物倾斜 这个柱子倾斜都可以 当然有的时候 它的意思会隐身 一开始摆出什么物体 歪掉了 那可是后来又慢慢变成 不公平的 你的报道不公平 你讲话不公正 你做人不公平 所以它意思会变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有人比较清楚说 原来什么意思 后来变什么意思 那有人就搞不懂 到底是哪一个是优先怎么样 那当然也不重要了 反正就是可以当很多个意思 所以我们一般是用倾斜 歪掉了 可是它也可以当另外一个 当动词用 歪曲报导 报导不公平 那当然我们一次多译 我们尽量简单了 一次就讲一个意思 歪曲报导 你说做人不公平也可以啊 我们这一次不要讲太多 我们就说报导不公正的 slant 歪曲 就像物体倾斜一样 像skelton skelton 这个是卷车卷一半 skelton 一般我们台湾人不太会发 中国人更不会发 所以亚洲的发音很烂啊 这个台湾人 这个大陆人 发音基本上 不是说每一个都不好 有的发得很好 也有 我说普遍来讲 所以我们讲话有的时候 大家会听 就是我们说 这个什么人 来一国的什么人 大概怎么样 那有人杠子头 不是啊 有人不是 不是一般讲话就大部分 大部分 不是讲每一个 就是发音都很差 那香港人的发音呢 好一点 可是也不标准 他们到底是英国同事 好一点 在香港有的发音很好的 就是流过 流到英国留学 有的发音很标准 有的发音就是 讲话就带广东口音 那新加坡也是口音很重 所以基本上 亚洲大概除了 除了这个香港好一点以外 现在都不行 那日本更糟 那东南亚也是有他们的音 就算菲律宾人 他们是以前被美国统治过 讲英文程度不错 所以一般来讲 就是发音的问题 解决不了 这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就全世界 只要不是英文内地speaker 他发音都不好 所以这个怎么办 可是大家都上过英文课 老师都有教英文 可是发音都不好 很奇怪 就是大家对这个音标 从音标开始就 就不懂了 就念不准了 Skelton 本来是骨骼 人的骨骼是骨头 骷髅 一个骷髅架 骷髅架 人好像有200多块骨头吧 就大大小小拆开200多块骨头 那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骨架 骨骼也是骨架 可是也可以用到 故事的轮廓 故事的架构 就跟这个骨头没有关系 一字多一它还有别的意思 我们这一集就不讲那个意思 就是大楼它的骨架 钢骨 以前是最早是木头造的 盖不高吗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建筑 盖个七成八成了不起了 那很多盖七八成都已经垮掉了 锈掉了 对了 一开始木头嘛 然后就是用砖块嘛 砖块也搞不久 一个地震就不行了 后来就搞了钢筋水泥土 后来也钢筋混泥土 又不行了 钢骨 钢骨就很久了 那以后看有没有比钢架 钢骨结构 更好的东西出来 所以大楼的骨架 钢骨那些骨架 也可以是Skelton 就好像这个 这个房子比作人嘛 人你看不到骨头嘛 可是人死掉以后 以后皮肉烂掉 剩骨骼 那房子刚盖的时候就骨架 盖好你就看不到了 除非说碰到什么天灾 人祸战争 什么东西 那我们这边讲的是 一个事情的轮廓 也不一定是故事 就一个事情的轮廓 大概一个方向一个轮廓 也可以用Skelton 所以这个字 会用的话很棒 非常棒 一般人就认为 Skelton就是骨头啊 骨架 骷髅 可是你说 这故事的轮廓啊 这个大楼的 这个Skelton啊 它的结构 老外就 你的英文学得不错 Single是单一的 Single 可是它也可以当 单一当是形容词了 也可以当名词 单打比赛 可是单打比赛 又怪 通常加S 所以英文 名词很乖 就可组名词来讲的话 有些它就不加S 集合名词 单复数同行 有些它就习惯加S 大部分加S 有些字呢 这个意思加S 那个意思不加S 所以这个英文的 这个 这个很多 这个学问 这个名词的学问 就是 加不加S 然后前面 要不要加定罐词 要不要加TH1 还是加A 或者AN 或者不用加 这个 加不加S 还有定罐词 这个学问很大 因为名词多嘛 可组名词很多嘛 所以这个学问很大 它也是单打比赛 常常加S 因为为什么Single 是单打比赛啊 跟它两个人打啊 单打 是一个 单是一嘛 跟它两个人比赛啊 所以这个很奇怪 到底是一还是 你说双打又不对啊 双打又变四个人打 跟双又是二啊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很奇怪 所以这个语言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陷阱啊 单打 你以为是 是不是一个人跟一个人打 自己跟自己打 不是 两个人打 双打是不是两个人打 不是 双打是四个人打 然后呢 Shutter Shutter我们一般就是 快门 快门 就是那个 以前那个 相机啊 现在都 除了专业用的以外 都不用了 用那个 用那个智慧型手机 可智慧型手机呢 它也会 你按的时候 它也会有个声音 咔嚓一下 那叫快门 Shutter 快门就是把那个 把那个相机的镜头 开与关 开关 就咔嚓一下 就开或者关 可是呢 它也可以当百叶窗 百叶窗跟快门又不一样 当然百叶窗也可以用blind的 也可以用好几个字 所以我们说 英文不是说 一个名词 一个概念 只有一个 英文字表示 很多英文字表示 所以我们就说 程度好坏呢 就在这里 你可以用 很多不同的字 去表示 所以英文程度越好的 他就是孙悟空一样 七十二变化 所以写小说的呢 这个文人啊 这个文豪啊 文字工作者啊 所以他对文字就比较了解 他的那个法宝箱里面字很多 那英文程度不好 就这个字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会了 其他字我不会 所以我们说英文程度 所以英文程度 你讲得快 讲得六 讲得标准 很吓人 那是一回事 你程度不见得好 外国小孩 七八岁讲得很六 你讲不过他 没有他快 是吧 可是他程度不好啊 PEG 一般讲是大钉子 比较大一点的钉子 像那个帐篷啊 马戏团那个帐篷 钉那个 或者我们去露营的时候 大一点的钉子 当我们这边是写挂钉了 就比较大的钉子 可是他另外一个 也可以像晒衣夹 钉子是钉子 脚子脚子 意思就不一样 那他当然还有别的意思 我们就顺便提一下 他也可以是动词啊 就是PAC 就是把什么固定 像钉子固定 我们就讲说 政府要固定物价 不要让物价 涨太高 涨太高 用PAC 可以动词 这是我们顺便提到 但我们这边主要是讲 赛衣夹 我们就讲这个 一字多译 所以一字多译很神奇 它也是英文的 就是英文程度的一个展现 所以我们不要说 单字没什么稀奇 就下苦工 我就背了 我就背几千个单字 我们要花时间再多看书 多看文章 没有错 多看文章是对 可是单字是基本功啊 就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观念 就觉得单字会了就是会了 不会就是不会 就是这么简单啊 你就多看一些文章 可是你错了 你的单字基本功不够 就像马步 你马步站不稳 这个少林师要挑水桶什么东西 就是让你的脚很有力量 所以打的时候 你脚步不稳 一下就摔倒了 一下动一下 马步不稳 那没办法打 所以就是基本功 所以英文我一直坚持 基本功 单字 从单字开始 你单字稳了 你再去多看啊 多听啊 多写 那跑不掉 你说 我单字我会背了 八千个字 我会八千个意思啊 我就出去打听一下啊 到武林去打听一下 我到处去看文章 结果这边卡 那边卡 这边卡 那边卡 你以为是倾斜 就它歪曲报道 你以为是人的骨骼 它是一个轮廓 所以我们就是讲这个概念 我们看意思 slat to be impartial bias 不公平的 impartial 反正前面加 im indisel 都是负面 都是负面的 什么comcom 就是互相的 所以那个字首啊 就是表示 它的一个大概的意思 那字尾字呢 就是大概是 它的一个名字 一个词性 大概是什么 比如NESS TI1 就一定是名词 基本上了 就是不公平的 那我们照个句 The newspaper report was obviously slanted toward the rich 你说应该是不是加一个 The rich people啊 不用 这因为有个规则 形容词 前面加订贯是贴旗 就等于这两个字 加起来就是名词啦 所以The rich 就是有钱人啊 你说The rich people 当然也可以啊 那不必 也不必 The rich 或者年轻人 Young 年轻 年轻的 加一个的 一样 就年轻人 The newspaper report was obviously slanted toward the rich 这个报道的新闻呢 新闻报道呢 太偏太有钱人了 Skeleton an outline 不一定是骨头 一个大缸 一个架构 Give me the skeleton of a new novel First And then We talk 你不要说 给我一个你新的小说 的骨骼 听不懂啊 小说是什么 跟人 没有关系 跟骨骼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英文 完蛋了 意思对不拢啊 它明明是骨头 我觉得背单 这是骨头啊 你的新小说的骨头 你新小说在写那个 解剖吗 在写杀人犯吗 骨头吗 那也不对啊 骨架 架构 大缸 你先给我 你故事大缸 然后我们来再谈 所以外国那个很多 剧本啊 要演剧本 都是找那个居住家 或者有居住家 这一项公司推销 我有个故事很棒 但是你说全部写 人家不用 那也浪费时间 当然有的就写好 不管了 反正我就投 有的时候说 你先写一段 你这故事不错 你全部写啊 可能 可能那个 因为很多集嘛 字很多 你先写个一集两集 或者甚至你先写个大缸 冰与火 你全部写完很累啊 先写 写个一两集 原来有 英国有 以前古代英国有七个国家 这国家勾心斗角 这个女王 这个当初是公主啊 什么的 这个绅士也很坏 北方的这个 那个爸爸 很忠心耿耿 还有火龙 先写个一两集 觉得不错 我觉得不错 好 那你就多写一点 我们来签约 故事大缸 Give me the skeleton of your new novel first and then we talk 然后再谈一谈 是不是我们就签约 还是再多写一点 就开始付费 因为你前面写 不用付费啊 我觉得不好就不好啊 这我又没叫你写 写了不错 不能白写 好 再多写一点 我给你钱 或者说觉得很好 就确定了 签约了 来 你就开始写 Single Again Tennis 主要是那个 像是网球 当然说 etc 当然像那个 羽毛球 羽毛球也Single 有单打双打 还有 所以 还有那个 像那个 乒乓球啊 这些 还有像撞球啊 这些 所以基本上 这种球有三种 第一种 单打 当然单打分男子女子啊 但是没有同性恋单打 而且男子女子 双打还是男子女子 还有第三种 就是混合双打 没有混合单打 因为混合就不可能是单嘛 男的一个 女的一个 所以是 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 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 男女混合双打 有种舞动比赛 For only two players 你看单打 两个比赛 所以他常常加 S Sendry among the women's singles 你看 加了S Champion 他得到 这个 这边加一个SHIP 也可以 得到Championship Championship就是冠军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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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荣耀 那个 那个名词 F Wimbledon Tennis Open Tennis is good S Wimbledon 所以 网球呢 有四大赛 从那个春夏秋冬 第一个就是 每年一月 去澳洲 然后温布敦 然后法王 然后美王 四个 然后呢 场地又不一样 温布敦草地 法国是宏图 其他是印地 叫印地球场 Sendry among the women's singles champion 或是Championship Wimbledon Tennis Open 我们这边是单打 常常加S 那百叶窗 A cover for a window 这是一个窗户的 一个cover 一个罩子 但是一般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英文 它不一定解释得很清楚 那你说窗帘啊 窗帘算不算啊 窗帘curtain 那又不是 所以这个 有时候我们 中文意思了解一下 那英文有时候字典 我们多看几个 也许有的字典 是比较硬直的 硬材质的 Hard material A cover for a window 就是 窗子的罩子 那我们一般是讲 百叶窗 用在百叶窗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 这个 这个解释不够周延 太简短了一点 一般是快门 百叶窗 The sunlight is shining Please close the shadows 这个阳光啊 太亮 太刺眼了 尤其是夏天 夏天早上还好 这是有时候午后的 这个中午一点啊 两点啊 三点啊 那个阳光很刺眼 西晒 我们叫西晒 请关上这个 白叶窗 可白叶窗你说 为什么加S呢 因为白叶窗 第一个 它 就是说它那个 很多片嘛 它有一区一区 而且白叶窗 本身有很多片 而且白叶窗 你也不是只有一块 因为那窗户呢 有时候 有冷气机啦 什么东西 它要那个 还要大大小小 它要裁切 所以一般加S 因为白叶窗 有时候不止一个 那个你看那个 拉绳 有好几个 有时候四个五个六个 拉绳 所以加S The sunlight is shining Please close the shadows Pack 除了是挂钉 大的钉子以外 也是赛一甲 Close pin 片就是小夹子 Zara used packs to fasten the clothes to a close line 它用晒衣夹 晒衣夹不止一个 所以因为场上加S Fashion就是固定 把它绑住 把衣服呢 绑在这个 晒衣的line 它是绳子上面 所以我们再把这边 一次多一念一下 我们熟悉一下 一个字 一定要有这种观念 一个字 通常不止一个意思 尤其是越简单的字 意思越多 越难的字 意思越少 好 The newspaper report Risovia slandered Toward the rich The newspaper report Risovia slandered Toward the rich 因为这个rich 一般念 Reach Reach 它是带耳雷音 所以发音 好听就是这样 你如果发 有钱呢 Reach Reach 跟Retch Retch 你看 发音差很多 Toward the rich Toward the rich 这不一样 所以我们发音 能不能到底 那你如果念错 你不念Retch 你念Reach 人家会听成R-E-S-H 到达 R-E-S-H 它会听成 Reach 到达 我得到 那你念Retch 就是很丰富的 所以有时候 你不要怪说 为什么你发音 老外听不太懂 因为它会想到 另外一个字啊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 英文发音 道不到地 就是因为你音标不懂 你不知道怎么发 那你就念错 念不标准 念不标准以后 你就说 英文很难 到英为国 到国为英 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啊 你方法就错了 错了 你去怪它发音很难 你不是外国人 所以你学不会 那是 那是 张飞杀月飞 就是 杀得满天飞 你根本就不懂啊 不懂当然错啊 可是为什么 有的人 他念得很懂啊 为什么 这个ABC 他就念 他也是华人啊 从小到大 那有人去美国 念两年书 还语 念得蛮标准 他就可以啊 你就不行啊 有人待了十年 就是不行啊 有人去了两年 发音就很好啊 那就是 事在人为嘛 给你这个 the skeleton of your new novel first and then we talk gimme the skeleton of your new novel first and then we talk Central won the women's singles champion with the championship of wimbledon tennis open the sunlight shining please close the shutters the sunlight shining please close the shutters Sally use packs to fasten the clothes to a clothesline Sally use packs to fasten the clothes to a clothesline 所以我们就学到五个意思多译 这句就在这里